我等一下去問這個照片 好 我覺得 今天有什麼變成病人的感覺 非常的小的團體制 好 那 我的就沒有那麼虛幻了 OK 嗯 土貼的滿滿的 那我從這張開始講好了 其實我 這是一個家裡的照片 那其實我覺得不管 家男人身邊什麼樣 我覺得有一個家 對我來講很重要 那這個家 雖然照片裡面沒有人 不過那個人是存在的 那我其實 理想中的一個家 是一個 一個很簡單的生活 然後可以很容易滿 但是在 在那樣的環境裡面 還有很多 你醫生當中各式各樣的回憶在裡面 所以 包括這邊有一些 像這個 有些相框 一些照片 然後一些很簡單的設計 這樣子的一個家的概念 就是你所有東西都從這邊來出發 雖然說 我今天沒有把這張圖片放在這個中間 但其實 我開始講之後 還是會從家開始講 那 有加這樣子一個基礎之後 我會希望可以在自己人生當中 有不同的面向 那其實 嗯 因為大家第一個注意到 還是你的專業 你的事業的東西 所以 我只放了一個小角落 但是 但是我相信 在真正人生當中 那個事業部分 的比例一定會比這個大 那 我自己 現在是算是第一年進入離床 開始做精神科注意醫師 嗯 對自己有一點期許 我會希望 將來自己在 精神科的領域 可以專門做自殺這一塊 所以 我在上面就貼了一些字啊 什麼 自殺防治中心啊 情緒轉不出口 勇敢說出來 不自用 嗯 輕輕受傷 輕輕受傷的靈魂 用心靈聽 那 我會覺得自己是一個 比較喜歡 聽的人 勝過於說的人 雖然有些理論會講說 這個精神科醫師或想心靈治療師 要做一個白反 或是說做一個靜 就是你要反映出來那個病人 他自己的樣子 那 我自己會希望說 我不一定很能開導 我可能人生經驗沒有 像我的病人那麼多 但是我可以 扮演像那樣子的一個靜 或是一個白反的角色 然後去聽 聽他們故事 要去幫助他 那特別會想要 在專業領域當中 去找自殺這樣的東西 其實是因為 我覺得那是一個 跨領域的東西 那個 不是 只是在診間面對的一個人 他其實可以更廣泛的到 可能到 公衛的層面 到媒體的層面 到社會學的東西 所以他是一個可以走出 醫學那個象牙塔的東西 所以我很希望自己 在未來 也許 在專業的部分 可以往自殺這個部分 去討論那個 生根死之間的一些 很多很有爭議的東西 但是很有趣 那就真的可以幫助到人 這是我對自己在專業上面期許 但其實 這張圖很明顯可以看到 大部分時候 我還是比較想要玩樂的 所以接下來進入輕鬆的部分 這邊有貼一句標語 事業與人生最美的距離 我會覺得說 在專業的精神醫學這領域裡面 我可能要聽很多人的樂色 然後可能在工作時候 有很大的心理壓力 但是我會希望在那個職外 也許像是做一個切割 然後另外一部分 我有自己一個很好人生 所以我就會有個 Do it or be it 就是我的專業 但是不管怎麼樣 在我幫助別人的同時 我會希望自己是那個 身心靈是健康的 我最後還是要回到自己 就是一方面治療病人 一方面治療自己 然後讓自己可以有一個很平衡的人生 所以對我來講 如果要講我的興趣 我一個很重要的是 音樂吧 我很喜歡聽歌 然後喜歡去現場的表演節目 從去年年底到現在已經跑到好幾場 什麼簡單生活節啊 大型演唱會啊 小型演出 所以 希望在未來的時候 也可以繼續 跟著朋友 一起在人群裡面 搖擺啊 尖叫啊 然後在那邊 剛好找到陳啟臻的 吉他手的專輯封面 那我非常喜歡陳啟臻 所以很開心的找到 就把他放上來 對他知道剛好是吉他手 那吉他手 他是那種grouping那個字 就是為了營業 為了你的偶像去瘋狂去追求 那我覺得這個熱情蠻棒的 如果將來到了三四十歲 還可以當個追星服 應該蠻有趣的 那接下來就進入 這樣的畫面一大半的部分 那我喜歡旅行啦 雖然礙於現實 現在能夠旅行的機會不多 然後我之前其實就是 大學畢業那一年 2006年去南美玩一趟 然後自助旅行 大概玩了五個多禮拜 然後回來就當餅館 後來就寫東西 就寫成一本書 然後不去給博客來 書名到沒有摩托車的南美日記 所以我會很希望在未來人生當中 如果有時間的話 可以繼續去做一些旅行 然後在年輕的時候 我會希望去一些那種很壯闊的邊疆的地方 會看到一些很特別的山啊水啊 然後很特別的人文的環境 像是我之前去南美嘛 我去秘魯跟玻利維亞 然後玻利維亞 玻利維亞算是南美 數一數二窮的國家 可是我非常非常喜歡那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那個 還沒有被觀光業污染太嚴重 但是那邊的人文特色跟自然景觀 非常的原始 非常的力量 然後非常的很魔幻 就是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樣的色彩的東西 所以 你進去那邊不會很害怕嗎 不會啊 其實不會 我跟當地人應該完全不同 對 我不會講西班牙文 就是 就是餓補一點點數字啊 打招呼的東西 其他時候就比手畫腳 比手畫腳 語言不同的玩法 雖然有時候覺得很可惜 就是 如果你語言通話 其實你可以更了解他們背後的故事 但是 就像我剛剛講 我在專業當中 我覺得自己是聆聽的 那我其實在旅遊的時候 我覺得我的風格 也是那種觀察的 有些人是那種跟當地人 完成一片聊得很深 或是跟 來自世界各地的backpacker 在那邊聊 我比較不是那種 但是我會 把自己丟在裡面 然後去觀察 去感受一些來的自己 這對我來講很有趣 所以 像我這邊貼這兩張 就是那種比較原始的 比較貧窮的 或者是 像這張 它應該是來自中東的地區 中東是我下個最想去的地方 就是我喜歡去的地方 是那種 有文化衝突的地方 像我之前第一次自助旅行去東歐 那東歐對我來講 就是有些歐洲的東西 有些亞洲的東西 那第二次自助旅行 第一次其實是去日本 反正最近一次後來是去南美 那南美對我來講 也是有他們本地的 印第安人的 還有後來西班牙人的殖民 那對我來講 下一個更衝突的地方 應該就是中東 所以我現在很想去什麼 敘利亞之類的 才能夠大馬士哥 我上面看到電視 看到那個 那個市集 覺得好棒 好想去玩一下 所以 希望在年輕的時候 可以再多去一些這樣子 感覺上是冒險的地方 然後會很精彩的地方 那但是 那另外我也蠻喜歡攝影的 所以 但是我不是拿彈 我是拿開小小的相機 所以我也覺得 在旅行當中的攝影是很重要 所以 像我最近在布置自己的房間 就買了兩個相框 然後就把自己的這些照片洗出來 大家拿了DV之後都不洗照片 然後這次就去洗線 洗五成七吧 洗放大一點 然後放到相框裡面 定期更換 然後看到時候就可以 想到你那時候 在那個遙遠地方做一些事情 但是 講了這麼多都沒有講到人 所以我當然會有理想 如果加百找到另外一半 就一起喜歡旅行的話 可以兩個人一起在 這個遙遠的地方 在 非常浪漫的坐在 小島海中的一艘小船上面 就 蠻嚮往這樣的感覺啦 那 前輩講到是年輕的時候 等到 比較年紀比較大 沒那個體力 但是有那個錢 對 對